這次的事啊 就是 我們就看見了嘛 拼經濟啊 這三個字是 是有漏洞 因為有些錢你不能賺嘛 殺人魔 你跟殺人魔握手的錢不能賺 跟殺人魔握手會變成怎樣 道德上站不住腳 會欺負弱者 對不對 你要引進殺人魔 就是欺負弱者 所以有些錢是不能賺 你真的有些錢不能賺 那他下次喔 要不要再選 就是他也想不出更好的政策政見 因為他想來想去就是拼經濟 那拼經濟 那以他的能力就是跟殺人魔握手 跟殺人魔握手 就是 宰殺最弱小的 欺負弱者 明明是個壞人 我把你抓進來 把你引進過來 這樣 這樣拼經濟是行不通的 那除了拼經濟 還有什麼別的口號 那有些人說 舊經濟 有些事情 你不一定要錢帶來滿足嗎 我覺得舊教育還比較重要 有沒有人 有沒有有興趣啊 我們拼教育 把拼經濟這個 欸我想到了 我把這個拼經濟啊 這個口號 換成拼教育好不好 我們學生自己要教育啊 廣大的白痴民眾 阿里布達 阿里布達 都要教育啊 我們政策就是拼教育 這樣行不行得通 口號就是拼教育 整個國家的口號就是拼教育 欸 你覺得怎麼樣 這樣我就可以出來選 我就說你們之前的教育都是狗屎 那會不會有人說 我要錢比較好用 我不要教育 那我們就說服他 你只要獲得一定的滿足就好了 你要錢那就是引進殺人魔王 你要選哪一種 對不對 你要錢就等於殺人魔王 再來就是我們的拼教育 全民在做到一個很滿足的很滿足很平和的情況下 一直成長一直教育自己 接受教育 廣色教會 荒廢所謂的廟 把廟都荒廢掉了 慢慢就荒廢掉了 廣色教會 拼教育 不要拼經濟啦 拼教育 因為拼經濟阿 在台灣你拼經濟只有一圖嗎 就是跟殺人魔王的手 對不對 他什麼都跟你講說 我們來賺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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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他做的事前 就只會讓人家覺得很恐怖嘛 對不對 你要去示威遊戲 那警察拿刀子耶 哇第一次看到警察鎮壓示威拿刀子 三四個警察 然後就炸炸的把人家吃為了殺死 那人正用 群眾用刀子的 哇 拼教育 欸真的 我就這樣想 我們這個 拼經濟口號就叫拼教育 因為你要拼經濟阿 就是庫斯拉嘛 我沒辦法接受你阿 我沒辦法接受你 你自己做的不好 再我們握手以後 你又讓我變得 對不對 宅我們更小的 不行不行 拼教育 拼教育 這種口號好硬喔 好硬喔 好硬喔